這是在台灣拍的 對 我們還有另外一本是在大陸拍的 照片中的男女主角 是知名Keebo老師阿健 和她的老婆楊羽妮 這對演藝圈的模範夫妻 其實很特別 是相差16歲的老夫少妻 也是相隔800多公里的兩岸林茵 我到內地露宇 到中午飯飯的時候 也不小心來找便當 就在那個時候 有一位很熱心的女孩子 就跑來跟我講說 阿健老師我帶妳去找便當 我們就一邊吃便當 然後就一邊聊天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在彼此之前 可能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影像 這個便當可以說是 阿健老師和羽妮的媒人 因為它讓原本陌生的兩個人 開始有交集 當時羽妮還是大學生 阿健老師沒工作時 就會飛去南京 等她下課和她約會 兩人也相當珍惜 難得相處的時光 不過才交往三個月 就面臨第一個難題 當時她的母親是非常的擔心 也並不清楚我們的狀況 我就說今年過年 我到家裡面跟媽媽搬運 當時我還記得 在我按門鈴那一剎那 叮咚 我丈量一看 我什麼都不管 我直接喊媽咪我來了 她媽媽現在我喊她媽咪 她媽媽一下就很驚訝 然後就 我感覺她們就是很開心 這一生媽完全融化岳母的心 到最後還催著羽妮趕快嫁 不過一開始 羽妮嫁來台灣 實際有很多不適應 現在在回首 我當初嫁來的時光 就覺得我是怎麼撐過來的 因為從來那個時候 你知道我來的時候是21歲 那剛好是年輕人最需要朋友 跟朋友出去玩樂的時光 可是我就很早進入了妻子的角色 然後又23歲就進入了媽媽的角色 其實是在一個 沒有朋友和親人的幫忙下 自己就一步一步走過來 那個時候想過放棄啊 在21歲就為愛走天涯 與你一個人嫁來台灣 一開始根本沒朋友 只能在家帶小孩 等到兒子長大了點 好不容易是一媽媽角色 接著融入台灣社會 對於你來說61大難題 剛開始接觸演藝工作的時候 你知道我每天都要去 不同的電視台去錄不同的通稿 所以你每天都會見到不同的人 然後我那時候也沒有經紀人 也沒有什麼助理這樣帶著我去 我就自己一個人去闖每一個地方 你知道我那時候 承受的心理壓力有多大 我從進到電視台 要過警衛那一關 我都要給自己加油一下 俗話說 聽不懂大富貴 阿建老師把這句話 牢記在心 我跟她結婚了十幾年 我現在慢慢發覺 其實很多時候 不要太以為 你是一勞賣勞 其實有時候 聽聽老婆講的話 其實是對的 人不要太倔強 因為有時候 很怕你陷入那種死胡桶 很倔強 有時候其實很多事情 並不是一定的生活 就是對的 但有時候聽老婆的話 可能會更好 是 好感動喔 因為我講是真的 不過這對看起來 恩愛的模範夫妻 其實也像一般人一樣 會鬥嘴吵架 我們會吵架喔 吵喔 我們會吵架 不要以為年紀 差距大就不吵架喔 吵得可兇呢 是 我跟她差16歲 我認為說我很多道理 我長大會聽 不會讓我 剛開始可能我們的個性 都非常的倔 她也很倔 那我也是 因為我大陸長大的女孩子 又是獨生女 所以我的脾氣也很倔強 然後都只看到自己的需要 自己心裡想要的那一部分 可是都不太會有同理心 站在她的立場 去為她想事情的時候 可能我們女生 我們自然的就會覺得 她在前方打仗 那我們就在後方做好 做媽媽做妻子的角色 謝謝妳 豐富我的生命 讓這個家會更榮豪 我覺得 我很愛我太太 真的很愛她 16歲完全不是距離 反而更拉近 兩人之間的情感 阿健老師沒有老夫 長篇大論的大道理 與您也沒有少氣的任性 反而為對方著想 夫妻用愛攜手經營 創造幸福又溫馨的家庭